人太多了 早就没停过 日行三万步 逛上十个景点 来一趟北京给自己提出很多幸福感 心情肯定好啊 这是出来旅游啊 第一次出来旅游 已经做好了功率 然后重视一下 小伙伴记得 哇 这么完整 这么多 这边还有 这只是我第一天 但我觉得是很清理 非常技巧 非常有趣 来一趟北京给自己提出很多幸福感 特种平时 为什么 我俩这一天 第一天咱北地民馆的准备 也很天安门神奇 圆明园 颐和园 然后天安门神奇 毛主席 金天堂 然后是天坛 然后故宫 国家博物馆 优鹤公 你们俩就直接是出片特工了 直接是出片特工 走哪拍哪啊 就来一次不容易的就拍 就狠狠拍 环球影城的都拍了几个 然后现在就在这拍 等会我还要找点什么咖啡店之类的拍 我们今天 我们摆烂食 包括这个计划都不是我们四个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十点钟起的 下午准备逛 下午走一步看一步 计划赶快变了 吃饭的时候就想 我们是摆烂食 因为首先抢不到票嘛 抢票就是一方面 不可能一天抢那么多 而且很累一天下来 我们觉得旅游还是要以休闲的方式为主 摸水流 六娃出现 去到最前面的街站 就是北大吧 清华吧 去打了卡 也从这某一个侧面也呢 反映了我们当家长的 一点点小心思吧 你感受到压力 你感受到压力了吗 我觉得我们属于干饭吃 烤鸭的那个饼 烤鸭卷饼 竹竹吃了 对 还吃了那个什么什么 肥肠烤大葱 吃了那个 然后还买一个这个 因为现在是高中生嘛 每天都很累 然后就希望自己 不只趁今在学习什么 也能吸收一些营养之类 多看看多长长见识 对 不知道下个假期啥时候来 也就是见到了喜欢的人 逛到了之前没有逛到的地方 因为这么多年来 因为我一直在忙我的工作 所以带孩子出来的时间很少 孩子就要小学快变一 快要毕业了 所以赶紧来 祖国的首都带孩子来看一看 就回顾一下过往的那段历史 祝大家无意快乐的家庭一放 无意家庭快乐 哦耶